小林的事情要从一份知味官的榨菜月饼外卖说起 金额是9块5 我吃了觉得它是有点发酸 然后就联系店里嘛 店里那边就反馈到店长 店长那边说可能是他们的那个榨菜 可能跟我们平时吃到的不太一样 对 它这个味道可能不是咸的 对 那他说就给我退款嘛 然后我自己 他一开始跟我说要我自己申请嘛 到我申请的时候就提示出来 我说我正好有一条被限制了 被限制了 然后这边的话后面是 就是我联系到平台 平台联系的商家是帮我把这单是退掉 现在小林通过每团点外卖显示 系统检测出当前账户存在违规行为 该账户已被限制下单 小林说榨菜月饼那单外卖退掉以后 他再也无法通过每团点外卖了 他原因跟我说 可能我就是有一些违规到他们平台的某些规则 可能说会有一种退款 退款多或者是什么 他跟我说的什么 在同一商家下单多次什么 对 但是我觉得都跟我这个肯定完全不一样 小林向记者展示了他的外卖订单 记者发现从7月13号到8月30号 小林一共订了30份外卖 其中有10份发起了退款 并且都退款成功了 这些退款商家有一个特点 全部都是连锁品牌店 这10份外卖小林为什么要退款呢 烧饼是为什么 烧饼的话是因为当时收到后 餐品是有破损嘛 对 那这个呢 闷面 闷面的话 那个是因为肉家末他们那个是烤出来的 烤出来外表烤糊了 吃起来就有苦味嘛 我就联系商家了 这个呢 炒饭 炒饭 这个我不太记得了 青城山下 这个就是配送特别长时间 再问你 这个呢 奶茶 奶茶的话是因为有一杯是冰块化掉了 冰块化掉的话 它的那个味道就变淡了嘛 这个也能退款 联系 就是联系商家了嘛 商家同意的 就不是说 我在 毕生客 毕生客是因为我当时那天晚上吃完之后是 肚子不舒服嘛 第二天早上我就去医院去检查了 然后这边都有相应的评证传过来 这里又连牢三家奶茶店退款 这个的话是因为 当时是晚上下单嘛 商家其实已经打烊了 它店铺没有关嘛 然后它电话也是我退的款 这个 这个的话是一杯 点了两杯饮料 一杯那个饮料是破掉了 就退了一杯的钱 饮料撒漏破损 还剩最后一 对 这个的话也是因为那个 就是口味的问题 就是它特别的淡 就是没有味道 小林点了30份外卖 有10份发起退款 这是不是平台说的违规行为呢 记者联系了美团客服 客服也没回答上来 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那小林又怎么看待自己的退款行为呢 可能稍微是多了一点 对 可能这上面会有一点影响吧 对 我觉得自己责任可能会有吧 百分之三四十吧 对 后来美团方面回复 经核实 该用户退款订单操作评次过高 客服接到商家多次举报 所以平台对该账户暂时锁定 并对相关订单进行排查核实 确认无误后将会解除限制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